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现场 我们继续来探讨 刚才我们听到教授跟裴军谈了很多 一个是学者的角度去看 就是政府的一推动 那我们实际从事的裴军 也谈了很多他的看法 那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的议员 因为你大概您当了议员 刚刚当差不多还不到一年 那一年多了 那您对这个什么地方创生 您到底了解多少 地方创生 希望地方创生不要 或者是一个口号 而是政府要怎么去增加我们 吸引年轻人 不要像朋友刚才讲的 真的大多数都是因为孝顺 因为长辈在这边 所以为什么年轻人会外流的原因 大家有没有去想过到底是为什么 第一个最重要的 一定是没有工作机会 包括在我们草屯 草屯没有工业区 我们草屯没有工业区 为什么因为草屯 我们有提到草屯因为交通方便 我们高速公路快速道路 进出都在草屯 所以年轻人就会往大都市去发展 到台中啦 包括最近到台中 竟然也会遇到好多我们的国中同学都到台中去 自己去创业啦开公司啦 然后为什么问他们就说因为草屯没办法 第一个人口数不足 所以变成他们创业的机会相对的也比较少 所以到他们会觉得到大都市成功会比较大 啊我们去看到他是真的也有成功了 啊所以他到台中去发展之后呢 他就在台中买房子 买房子之后就只剩过年过节 回来孝顺长辈 对 是 所以在地方上升里面 您觉得在草屯要发展 您觉得有机会吗 草屯 像我们有提到中兴青春 当初为什么他的工业园区没有发展起来 其实我一直在说政府如果要重视平衡的话 我一直说为什么当初中科 不要设在中兴青春就好 就把精密园区设到我们现在的中科区 平衡地方 因为我们到中科区可以发现很多都是来自南投的 一些我们的年轻朋友到那边去工作 对 我们的精密园区基本上他没有发生产的一个工作 所以就变成他不会需要太多的人才 他不用太多的能力 他需要的只是一些动脑动头脑的工程师 是 所以这也没办法为地方带来就业机会 所以地方的就业机会是留住年轻人 最主要的原因 我个人觉得 所以就业机会是最重要的 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很有想法去创业 去当老板 大部分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工作 是 谢谢 感谢议员 好 那我们接着请教一下镇长 镇长你曾经讲过说 急急 是怎么把草屯顶落掉以后 心里很不舒服 草屯有这么多的好的条件 那你当了镇长也有 你觉得说在地方创生可以让草屯带来更多的一个就业机会 能够把地方能够做得更好 事实上草屯的地理位置 离台中市的雾峰区很近 离中心新村很近 离分远很近 其实它的交通是非常发达的 而且很多很多特色可以做的 但是一直没有列这个地方创生 也没有去发展 所以镇长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们也一直期望说 是不是现在远远 现在已经第二年了 是不是有新的整个发展的成绩怎么样 我们一直在看 看到我们竹山 我们何董 他可以这样子把文创做得这么好 我们也一直就在积极来做 特别要感谢我们基大 包括我们校长 还有南开大学 我们都有一个地方创生的联盟 这个也结盟了 这个都是我们一直在争取 虽然没有列入 但是我们现在听到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 不是不能争取 表示我们机会还是很大 首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草屯的生态 其实我们现在老人化非常非常严重 现在光65岁以上 就有一万六千多人 一万六千多人 我相信很多的乡镇 光这个老人都比我们人口还少 所以我们现在是全国最大镇 全国最大镇 刚刚秘师长讲的 我们的交通 真的比 甚至于刚刚蔡言讲的 比中科的动线还要好 为什么 我们有四个交流道 所以说非常顺畅 距离武器港 台中港 甚至于清泉钢机场 都是比 以中科进入台中火车站的话 我相信来草屯不到20分钟 到火车站应该要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说这个动线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一直在期望就是说 这个地方创生 有这么多的产关学来帮忙我们 我一直在努力要来争取 要来做 就是可以让这个全国最大镇 圣泰亚整个活起来 包括我们青龙返乡 这个都是一直在做 而且我们现在一直在推 我们的夜光米 现在是可以说是堪称世界一流 比日本的还要厉害 还要好 品质更好 我们到 我们已经现在已经行销到海外去了 因为我们跟农会的关系 一直在合作 可以说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现在已经在做这个 行销的活动 包括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栗子南瓜 现在可以说它的甜度 以及香度都超越日本 这个是日本种 原生种来 但是我们不断的研究 不断的去包括我们农事手 他们一些很多博士级的都来帮忙 所以说我们也一直在推 假如说能够促销成功的话 我相信青龙可以回来 而且面积可以变大 这个就是我们农业 很多的特色 包括还有一些种小黄瓜的 还有一些这个辣椒 很多这个激动的这个很机要的这个农产品 都一直在做 我们已经有这个平台 我们一直在接纳 也接纳这些我们的农民 因为十三乡镇里面 唯一有平地的就是只有草屯而已 所以说草屯的农业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可以吸引青龙回来 这个我相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直在做 这是第一个项目 第二个我简单就是说 我们草屯真的观光点实在是太少了 我记得小时候还有一个双冬花园 甚至于还有一个这个隧道可以走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九九峰本来是艺术大道 结果也被拉到这个宜兰去了 也台史附中 我当时我当议员的时候我还去破土 结果破了土还是被丢掉了 这个可能是政治因素 这个我们也不管 但是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艾辽区 这个生态 我们大家都看到 艾辽区就是借于这个草屯博埃路 可以说是最热闹的地方 结果现在是没办法整治 因为还是这个我们三合级 这个他们管辖区 我们我一直在争取 有信心说变成我们像这个韩国的清西川 台中市的这个历川柳川这样子 这样子可以结合地方 变成游戏 这个休闲 这整个都可以 当然还很多 包括我们的双石吊桥 我们的双石吊桥是现在是全国最古老 全国最长的 包括双龙吊桥还要长 还长两公尺 所以说都没有去开发 为什么 真的很可惜 因为每天几乎有十万人经过那边 国道六号在上面就可以看到 中坛公路每天你过去就看到 但是没有亮点 以前都以保留文化为准 所以说这个都 我们一直要 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是新思维 都要新的亮点 就是很远的地方很亮的话 就可以来打卡 甚至于整个我们腹地非常多 旁边除了可以录影 除了可以这个一些文创的这个 当然也要借助我们包括教授 还有我们何董 你们来帮我们规划 这个地方的话绝对 我相信 绝对是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 而且我们现在又结合了 亚洲最大的这个鸟岩 我们的亚洲最大的鸟岩 已经在我们忽聊里 已经在筹备很久了 他们一季大概年底可以来开幕 到时候它里面还有一个 这个咖啡博物馆 所以说加起来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 包括我们的洞线连外道路 整个机制全部做起来 我相信这草屯会有 不一样的这个宴景 好谢谢 我想镇长大概把草屯镇的部分提出来 大概跟观众朋友报告 那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 培君你曾经就是说 我们在想政府很多的时间 都在看观光客的一个绩效 他并没有去考虑到说 很多的其他问题 只有看他的客数 产值 当地人怎么样去把东西卖给观光客 就是看到这个业绩的部分 到底好跟不好而已 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的台湾的老街 就跟我们夜市差不多 当客人来了以后 晚上走了就没有了 其实那个东西会创造很多的一些房价的提升 会造成很多我们地方人买不起这种房价 所以留下来机会不大 那 比如你曾经提过一个就是说 创造一个移居 移养 移就业的一个环境 那就以草屯镇的一个观点来看 你从竹山来看草屯 您觉得您提的这个移居移养 就是移就业的话 您有怎么看法 如果从竹山来看草屯 从我个人的立场看起来 我是非常羡慕草屯 然后我也觉得草屯可以扮演着 扶持旁边的比较在没落一点的小镇 镇长可以欢迎他们来草屯发展 包括像刚刚听到镇长很用心的 有一些正在规划的项目 周遭灵性的小镇 像我们竹山水里对吧 这几个好的团队可以来草屯 为什么草屯的交通方便 然后草屯的市场 可能又比你们那边还大一点 所以某种程度 它并不是不能提地方出来 而是说它可以扮演 扶持旁边更没落的小镇 来这边发展 而那些年轻人是 把它在竹山在水里的那些产品 拿来草屯这边卖 可能会比水里来卖还要好一点 比竹山来卖还好一点 因为它的发展是比较成熟一点 相对 所以它有一个扮演不同的角色 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它必须要 其实最容易做的好事 你可以看台湾的这种小镇 每一年都会办 中型小型大型的活动 包括我们的过年也都会 灯节也会对吧 每一年这些活动 带来的游客都非常多 但是都在那么短的时间 结束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 乡镇公所可以想的是 当游客来的时候 那么多人灯会 一来到你这里的时候 你怎么再介入 推广你在草屯的 就业创业跟退休移居的参访路线 你可以跟当地的业者讨论一下 如果提供劳健保的工作的那一天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路线 比如说你要创业的 你这个草屯正下有 比如说有哪些政府的计划 大学的计划在帮助你的 哪些地方可以去问的 第二个买房子 退休的人可以来这边买房子 因为他可以移居 医疗也不错 那他就跟一些建商合作 所以一个活动在办的时候 甚至就是说你用一个手机QR Code 一扫进去 就是说你如果来看灯会喜欢 你可以顺便想要来草屯发展 哪里有工作可以找 哪里有那种 他的创业的环境可以让我去看 或者是哪里有可以买房子的地方 特别优惠的房价 他在这个时候 趁人多的时候 去推广宜居的能量 而不是只是只有从观光 就是说我这个办完的时候 也没有很多人来 然后结束了都没有人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的产业仍然需要观念在思考 因为现在就全台就是老街商圈 闹街夜市一致化的概念 对对对 草层的夜市跟竹山可能差不多 他有香肠我们也有 大概就是只是规模大跟小的问题而已 对吧 那全部都是批外面的东西 进来卖外面的 他的经济跟当地的百姓 关系很少的 对 他是离开百姓的贸易形态的经济 所以要辅导业者 开发当地的产业的东西 比例要能够提高 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 第三个我也是觉得教育也要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 整个教育的方向 它的整个架构是 把全台各地的孩子 训练给城市的行业用的 是送走的 我的国小国中高中 一路所努力念书的 就是为了到城市去工作 我们没有一套教孩子 如果回来的时候 要具备什么样的skill 要留在草屯工作 你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他的国小国中高中 这么长的时间是 能够累积他的观念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学可以进场 好像张老师他们 他们可以协助当地的 国小国中高中的老师 开发一套 如果未来你也想要 回来草屯发展 你需要什么样的教材 需要什么样的课纲 我们台湾的孩子 对自己的家乡 是不太容易了解的 他的每天的礼拜一到礼拜五 都是学校补习班 家里跟安亲班 对吧 礼拜六日就出去玩了 一直到他高中联考就走了 所以我们的孩子 很可能不知道家乡有多少条河川 家乡的产业分布 家乡的优势跟他的劣势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都是为了要离开 去外面找工作所努力 所以那么长的时间 连教育的基础概念 都是送走的话 我们必须要再补救 就是说一套教孩子能够留在当地的这种观念 我觉得这个是学校可以去做一些整合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生态都能够做好 你当地有一些来这边发展的陪伴机制 比如说设立一个陪伴机制 我怎么样去长期的陪伴辅 跟你找通路 我跟你找海外的市场 我怎么样一直持续做这个 就鼓励人家都来我这边发展 我觉得就是他要创建一个环境 而不是做一个单一的一个个案 他是一个环境出来 大家就会慢慢的想要来这边来推动 然后把它转化成孩子的教育 那台湾现在急需要有一个小镇 赶快做出一个完整的这种示范 所以我认为草段的机会非常大 是 我知道我在想培训提起这一点 就像刚才您提到的 就是说地方教育真的是没有把我们地方 就是说你要回来的一些条件 能够训练它 一回来又马上可以上手 就像现在孩子一样 以前都讲说 没有人还在先用 拉是什么 小孩子不知道 因为七分没有卖 所以他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 拉是什么 这就是培训刚刚讲到的 最好的一个接触点 就是说你地方教育 我们大学怎么样去来协助 我们从国小开始 训练我们自己的子弟 能够为地方来创造 更好的一个环境 就像别人讲的 就是宜居宜养 最好的环境 这部分 所以在竹山 现在我们大概做的状况是什么 季大有很多社区的一些 很好的观念 我们都是上了很多 季大的一些课 演讲这些经常过去 然后我们也跟云林科技大学 也有很多的合作 所以大学的陪伴地方 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们在 当我开始看 我在竹山已经是15年了 从26岁过去 现在已经40岁了 不可思议 而且竹山也不是我的家乡 我是老家是在水里 所以我这样长期看 就是年轻人回来的时候 他的发展会是 他通常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回来之后 他所做的产业 想的大部分都是卖给当地的人 他不是以整个台湾的市场去考量 所以他如果回来发展的时候 他的产业是 所以事实上 我觉得说 我们在现在的一个 远刚都不够 都觉得就说 就像政府给我们的 我们只要看观光的一个绩效 就这么 就这个短短的一个时间 短期的 没有长期的一个 永续经营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想 创生可不可以做到 我们有远见的 能够永续经营的是最重要的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继续来探讨 不要离开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待 永续经营的